没有暗杀记录的特工 克格勃最牛的部门是情报部门 克格勃每600人中才会选择一名情报人员 出来乍到的普京还没资格去情报部门 进入克格勃后他被分配到了反间谍部门 普京随即就被派到特工学校参加培训 接受了总共为期一年半的专业训练 学习了包括地形学 摄影 无线电 特种通讯 化学 外国文学 街头 丁梢 跟踪等各门学科 毕业之后被授予陆军中卫军衔 被分配到列宁格勒工作站侦察分队 由于普京在培训期间认真的学习态度和出色的表现 他引起了情报部门领导的注意 终于在反间谍部门工作半年后 普京又被调到很抢手的情报部门 克格勃在这里主要负责外国人与外国外交官的跟踪工作 由于能力突出 普京深受领导的器重 这里的能力突出 是因为普京性格沉稳 还熟练掌握了一门外语 更为重要的是 他的长相普通 别人很快就忘记了与他相关的一切 今天我们脑海里深刻的普京形象 那是因为新闻出现的频率太多了 当时外形没有多少辨识度的普京 逐渐成长为了一个优秀的特工 也正是因为长相普通 普京走在大街上还会被人以为很好欺负 有一次参加完活动 他和朋友在车站等车 几个喝醉的青年走上前来挑衅普京 还要动手揍他 猛然间普京的朋友就看到 不知谁的袜子闪过 一个人就双腿朝天了 剩下的人马上就一溜压地跑了 朋友猜想起来 普京是1976年的 势柔道冠军 1980年 普京与当时还是空姐的柳德米拉 被朋友叫着一起参加音乐会 他对这个女孩动了心 因为特工的身份 普京很少会告诉别人自己的联系方式 这次他却破天荒地 将联系方式给了这个初次相遇的女孩 而柳德米拉也逐渐对这个什么门票都能买到的普京 产生了好感 二人的感情迅速地升温 1981年 柳德米拉听取了普京的建议 放弃工作来到列宁格勒读书 他考上了列宁格勒大学的语言系语科班 后来去了西班牙语系 他学习了两种语言 西班牙语和法语 和普京一起去德国后 他又学会了流利的德语 交往三年后 普京向柳德米拉提出了求婚 最终在1983年7月28日 普京与柳德米拉在涅瓦河畔的一艘邮轮上面 决行了婚礼 在工作几年后 普京已经是少校军衔了 1984年 因为工作优秀 精通德语 上级十分欣赏他 认为他拥有非凡的气度 便把他送到了特工最高学府 红旗学院继续深造 在这里 他化名普拉托夫 主要深入学习 与德国相关的经济 政治 文化 政党等各种内容 普京有预感 学习结束后 他可能要去德国工作了 1985年 在完成一年的学习后 普京从红旗学院毕业 随即被派到东德第二大城市 德雷斯顿 进行情报收集工作 公开身份是苏德 有意之家的办公室主任 在前往东德前 普京的第一个女儿 玛莎出生 妻子柳德米拉 在1986年大学毕业后 带女儿也来到了德雷斯顿 普京的二女儿卡加 1986年出生在德雷斯顿 他的两个女儿 一直没有忘记德语 在回国后 普京就把他们送去一家 德语学校就读 到东德 最好的地方是东柏林 普京却被分配到了德雷斯顿 说明克格勃内部竞争 还是比较激烈的 不过到德雷斯顿 应该相对来说 压力没有这么大 所以他还在闲暇之余 爱上了德国啤酒 普京经常光临一家啤酒馆 他对这家啤酒馆 酿制的啤酒情有独钟 这里至今仍保留着 当年他经常坐的那个角落 吸引很多来自观光的游客 并称其为普京角 酒馆老板 经常向游客讲述那时的普京 慢慢地喝着啤酒 有时会带来一本文学或历史著作 一边饮酒一边阅读 有的时候 他会和酒馆里的工作人员亲切交谈 谁也不知道 眼前的这个苏联人 居然是一位身怀绝技的特工 更不会知道 他在十几年后会主宰俄罗斯的命运 普京在德雷斯顿凭借不错的工作能力 晋升很快 后来当上了克格勃在东德的党委委员 成为了领导班子成员 我小时候看新闻跟很多人一样 发现普京走路的姿势有点奇怪 他的右手几乎不会摆动 这应该是在东德工作的职业习惯 因为手枪从不离身 已经形成肌肉记忆 随时准备拔枪 岁月静好的背后 危机悄然来临 当时东德面临巨变 社会非常动荡 抗议示威席卷东德 不时贴出占领者滚出去的标语 一天晚上 一大批情绪激动的抗议者 把克格勃在德雷斯顿的驻地 围了个水泄不通 并准备强行冲击办公大楼 此时的克格勃驻地大楼 仅有少数工作人员 领导也没在 很不幸 普京在里边 而且就属他资历最老 职位最高 普京冷静下来 首先向苏联驻军求援 得到的答复是 莫斯科方面保持沉默 普京心里应该是骂了娘的 但没办法 行事不等人 普京立刻让办公楼内 所有人进入战备状态 驻地内存放着大量机密文件 不论如何都不能让抗议者闯入 而普京也知道 一旦开火 会让自己和组织 落得个滥杀无辜的恶民 在这个危急时刻 普京拿着手枪走了出来 用纯正的德语 沉稳洪亮地说道 这是苏联领土 你们已经站在边境线上 我郑重生命 再向前一步 我将向越境者开枪 气势如虹的普京 镇住了闹事的人群 有人问普京 为什么一个苏联人 把德语说得这么流利 普京意识到 对方已经有了让步的倾向 巧妙地回答 因为我是翻译 这种刚柔并济的姿态 让抗议者和普京展开了谈判 最后苏联驻军还是赶来了 抗议者纷纷散去 后来同时回忆说 普京站出来非常危险 轻则可能被扣为人质 重则可能丢掉性命 这场危机之后 普京被称为了 没有暗杀记录的克格勃之子 在苏联历史上 克格勃是个充满血腥暗杀的组织机构 普京虽然没有过任何暗杀记录 但却获得了同事们的一致好评 认为他完全符合 克格勃之父杰尔任斯基所定义的 契卡人员标准 心地善良 沉着冷静 心正廉洁 在同事的印象中 普京不酗酒 不抽烟 不贪财 不好色 他总是将感情深藏在心底 这也是他后来 能够登顶俄罗斯的重要性格基础 冷静 坚韧 不露声色 沉得住气 虽然这次危机解决了 但历史大事无法阻挡 1989年11月 柏林墙倒塌 两德即将完成统一 普京在东德的工作 已经没有了意义 1990年1月 普京奉令回国 在销毁了大量文件后 普京带着全家 回到了列宁格勒 从圣彼得堡 到莫斯科 1990年初 应该是普京最迷茫的时期 自己曾经为之出生 入死的苏联 犹如一个千疮百孔的庞然大物 随时都可能崩塌 而和他一起崩塌的 还有普京的信仰 普京在回国以后 工资就停发了 没有失业 胜死失业 由于在东德工作的收入 都拿去买了车 回国第三个月的时候 家中的积蓄 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幸好普京于1987年 在列宁格勒 买了一间大房子 使得一家三代 还有一个住的地方 这个时候 普京的精神世界 是痛苦的 国家和个人的前途命运 都不知道在何方 38岁的普京 来到了人生的拐点处 有人帮忙介绍了一份 克格勃莫斯科总部的工作 普京虽然还在克格勃 但他明白 这里已经没有意义了 他在考虑如何退出的问题 所以普京拒绝了 由于克格勃迟迟没有安排新的工作 面对家里即将断粮的情况 普京准备用东德买的那辆车 去开出租 是的 你没有听错 普京差点成了出租车司机 好在这个时候 克格勃 新的前夫安排来了 派普京去担任 列宁格勒大学校长的外事助理 虽然工资不高 但可以借此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 还不用去开出租 普京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 也正是在普京担任 校长助理的1990年 比他小时三岁的梅德维杰夫 在列宁格勒大学 获得了法学副博士学位 他们俩这对黄金搭档的故事 还要稍等会儿再开始 在普京迷茫的时候 他的恩师索布恰克 却在这乱世中冲杀出来 因为长期鼓吹民主 而且擅长演讲 1989年俄罗斯选举改革 他顺利当选为苏联人大代表 从此之后 他便辞去较职 以民主代言人的身份 开始转战政坛 1990年4月 索布恰克当选为列宁格勒市苏维埃议员 5月23日又顺利当选为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 试图跟开了挂一样 势不可挡 普京在大学 遇到了很多法律系的老同学 一位老同学跟普京建议 让他去找找老师 索布恰克 一开始普京因为自己克格勃的身份 还有点犹豫 后来转念一想 还是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机会 总比在大学里打杂要强得多 于是普京去见了索布恰克 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索布恰克正是用人之计 对普京的到来非常欢迎 让他来做自己的助理 普京告诉他 自己还有克格勃的身份 索布恰克想了一会儿 说好吧 克格勃就克格勃吧 不过还是建议他可以辞职 普京又找到克格勃的领导 第一次提出辞职 他的领导挽留了他 让他尽管去索布恰克那工作 不用辞职 就这样 普京开始担任索布恰克的国际问题顾问 也跟着踏入了政坛 1991年 局势恶化的苏联决定改革试点 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成立由市民选举产生的市政府 6月 索布恰克以70%的得票率 当选为列宁格勒市长 成了这座北方首都的一把手 而且在俄罗斯全境的声望 也仅次于叶里钦 造就了他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这里面 离不开普京的辛苦付出 所以当上市长的索布恰克 随即任命普京为列宁格勒市国际联络委员会主席 负责对外经济合作 而索布恰克的另一位学生 梅德维杰夫 则成为了国际联络委员会专家 是普京的下属 由此 他们开始了几十年的搭档 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 在1985年上台后 就开始一顿操作 忙不虎 瞎折腾几年 终于快把苏联搞垮了 8月19日 苏联的保守派们 眼看着曾经的帝国 就快被戈尔巴乔夫彻底干崩了 便联合起来发动了政变 他们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 软禁了戈尔巴乔夫 在全国实施紧急状态 企图挽救即将走向崩溃的苏联 这就是著名的819事件 如果紧急状态委员会 政变成功了 那叶丽钦 所不恰克这些民主派 大概率会被收拾 所以叶丽钦唱起了对台戏 拒绝服从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 而这帮保守派 优柔寡断 没有及时对叶丽钦采取措施 叶丽钦便抢先一步 组织力量反击 他跳到一回大厦前的坦克上 发表演说 号召人民起来大罢工 经过几天的殊死较量 叶丽钦获得了俄罗斯武装力量的支持 这场博弈的胜利也就变得毫无悬念 最终 叶丽钦逮捕了全部政变领导人 苏共的威望也一落千丈 在这场政变中 克格勃站在了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一方 而索布恰克则毫无疑问地 站在了叶丽钦的一方 在这种是非关头 8月20日 普京果断地选择了 从克格勃辞职 结束了自己16年的特工生涯 政变发生时 索布恰克刚好在莫斯科出差 他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上了克格勃的逮捕名单 准备在他回列宁格勒时 在机场逮捕他 还在外地休假的普京 提前得到了在克格勃一个好朋友的通知 他迅速做出决定 立刻赶回列宁格勒 带着一队武装警察冲到机场 这才抢在克格勃赶来前 接到了索布恰克 这也使他站在了克格勃的对立面 这件事 使他取得了索布恰克的绝对信任 索布恰克说 普京从没有在乎金钱 名誉和地位 他只看到普京可靠 忠诚和自信的精神 不久之后的9月6日 在索布恰克的号召下 列宁格勒全民公爵 55%的人投票支持 将程世民改回了圣彼得宝 12月25日 苏联这个曾经的超级大国宣告解体 但是混乱和动荡却并没有结束 他的继承者俄罗斯 反而在止不住的急速下跌 他在等待着那个可以拯救他的人物出现 1992年 中心护主的普京被索布恰克任命为 主管对外经济联络的副市长 在圣彼得宝三位副市长中排名第三 普京主导了圣彼得宝自由经济区的规划建设 还成功将可口可乐引进了圣彼得宝 可口可乐最终在圣彼得宝投建了装品厂 成为俄罗斯第一条现代化的软饮料生产线 这也是普京一个相当亮眼的成绩 1993年 曾经在819事件中与叶利钦并肩作战的支持者 渐渐分道扬镳 形成了议会派 与叶利钦为首的总统派开始了权力斗争 都想成为在俄罗斯说了算的那个老大 9月以后 双方矛盾愈演愈烈 叶利钦宣布解散议会 议会也反过来停止叶利钦的总统职务 叶利钦也是个狠角色 他直接调集军队进入莫斯科 并在10月4日凌晨 炮轰议会大杀白宫 议会派瞬间绝望 马上举白旗投降 这次炮轰被称为10月事件 12月 叶利钦如愿以偿地建立了总统级权制 议会则从最高苏维埃 被改名为国家杜马 成了总统的陪陈 从此以后 议会再也难以挑战和撼动总统的地位 在这次事件中 索布恰克和普京 再次坚定地站在了叶利钦这边 而在看过了普京这两次关键时刻的表现后 索布恰克已经把普京当作了绝对心腹 并在不久后的1994年3月 把普京提拔为第一副市长 普京成为了圣彼得堡的二号人物 也是在1994年秋天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去圣彼得堡考察 叶利钦和一众随从来到了福尔加河畔的领导人专属猎场准备狩猎 准备午饭的时候 大家都在一边聊天 一边喝福特加 吃甜点 突然一只硕大的野猪闯了进来 因为大家都在吃吃喝喝 手边都没有拿枪 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叶利钦吓得眼睛都掉到了地上 这时 普京镇定地端起身边的猎枪 瞄准野猪连开几枪 野猪当场毕命 就这样 普京沉着冷静的表现 给叶利钦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 叶利钦 后面对普京的看重 这里应该是源头 后来调查发现 是由于猎场工作人员发现了野猪后 在追赶野猪时 追错了方向 直接把野猪追到了叶利钦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只野猪的出现 改变了普京的人生 也改变了俄罗斯的命运 不知不觉间 索布恰克的第一个市长任期 就快要结束了 作为知识分子转型过来的领导人 他没有摆脱掉 很多知识分子官员的通病 那就是索布恰克擅长演讲 但不擅长实干 索布恰克的实际工作能力非常财 与卢日科夫领导的莫斯科不同 索布恰克在圣彼得堡 大力推行 丘拜斯冒进的私有化计划 城市中许多国有知名企业 都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私人 不少西方人廉价攫取了圣彼得堡的很多块肥肉 甚至很多有价值的资产落到犯罪集团手里 以至于圣彼得堡在俄罗斯国内外落下了一个犯罪之都的称号 到了1996年 索布恰克的市长任期结束时 他在圣彼得堡的支持率已经落到了20%以下 你说工作能力差就差点 关键 索布恰克的工作态度也有待商榷 他一天到晚热衷于上流社会派对和出国访问 几乎不拒绝任何一份来自国外的出访邀请 一年约有一百多天 仅三分之一的时间不在本市 给人的感觉是很不接地气 索布恰克每次出国访问前 他都会签署很多空白的市政府公罕 具体事务放手让学生普京来负责 让他自行决定 所以圣彼得堡的主要工作 其实都是普京在处理 圣彼得堡坊间都称普京为挥衣主教 但普京从不越权 凡事都要请示索布恰克后才去办理 由此积累了非常好的口碑 索布恰克到处演讲 表现卓越口才时 都是普京在推动每一件琐碎的工作 索布恰克后来梳理自己 在市长任期内的主要政绩 创建了俄罗斯第一家合资企业 几年间成立约6000家合资企业 占俄罗斯合资企业总数一半以上 成立了第一批外资银行 发起成立了合资企业领导人协会 帮助市政府创造更宽松的营商环境 所有的政绩几乎都是普京干的 也正是因为索布恰克的揽政和不作为 反而极大的锻炼了普京的管理能力和政治才能 对于1991年至1996年 在圣彼得堡市政府的工作 普京说 这五年教会我的 比我在莫斯科行政机关里学到的要多得多 而更糟糕的是 索布恰克虽然做得不多 但想得多也说得多 任期内树敌无数 这里边就包括俄罗斯总统叶里钦 他们以前面对共同的敌人时 曾经都是民主派阵营里的战友 共同与旧势力对抗 后来分享成果时 问题和矛盾就来了 两人政见不同 索布恰克喜欢脱离俄罗斯 把圣彼得堡搞成一个独立王国 而且作为民主派元老之一 索布恰克也威胁到了叶里钦的地位 终于在1996年5月 索布恰克谋求市长连任时 对手用了不正当的手段 肆意抹黑索布恰克的名声 整个圣彼得堡都散布着大量的 索布恰克剥削市民 自己复刻敌国的舆论 就这样 自己不给力 对手也确实太狡猾 最终索布恰克输掉了选举 在竞选期间 普京带领市长办公室所有人签了声明 宣布如果索布恰克竞选失败 他们就集体辞职 后来新当选的市长雅科夫列夫 邀请普京继续做副市长 但也有人很不礼貌的 请他让出位置 普京再次选择了忠诚 辞去了自己副市长的职务 还说出了那句后来被广泛流传的话 宁愿因忠诚被绞死 也不愿为了偷生而背叛 他的搭档梅德维杰夫 也退出政坛 跑到圣彼德堡大学 教书去了 不久还晋升为了副教授 普京又失业了 而且还祸不担心 他在郊区用了五年才盖好的别墅 也被一场大火给烧毁了 连功龄证件和存折积蓄 都烧得没有了 不能一直这么失业下去 普京开始托书人找工作 托手叶里钦重用的大佬伯罗金 觉得普京头脑冷静 善于分析 文学功底也不错 就推荐他去总统办公厅 给办公厅主任叶格罗夫做副手 负责外交事务 结果没两天 叶格罗夫就被免职了 换成了大名鼎鼎的私有化之父 邱拜斯 普京和邱拜斯也认识 邱拜斯告诉他 原来那个岗位撤销了 但邱拜斯和普京的另一位老相识 时任联邦监察总局局长的库德林 商量后建议普京 取公共关系管理局做副局长 结果在这个时候 普京有一个列宁格勒的前同事 是鲍尔萨科夫 当时索布恰克很排挤他 不过普京和他关系还不错 鲍尔萨科夫刚当上副总理 听说了普京的境遇 让他别去公共关系管理局 而推荐他去总统事务管理局 并且此时的局长 已经变成了最开始给他介绍工作的 波罗金 就这样 普京的求职之路 在莫斯科大概被调了两个月 最终在1996年8月 正式成为总统事务管理局副局长 负责法律处和境外资产管理 我把普京这段求职经历梳理出来 除了感觉俄罗斯人的名字不好记以外 最大的感受就是 这群帮普京找工作的 都是莫斯科顶尖的人物啊 因此 我们再来想一下 为什么说索布恰克 是普京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 因为索布恰克 把普京带到了圣彼得堡副市长这个平台 让普京的满腔热情和一身才华 有了施展的舞台 更重要的是 普京进入了圣彼得堡帮 这个小群 并出现在莫斯科最顶尖圈子的视野中 这就是索布恰克 对于普京最大的意义 由于在圣彼得堡积累的良好口碑 44岁的普京 赢得了莫斯科的初步认可 进而 开始站在莫斯科的视角 去看待俄罗斯 去看待全世界 而等待他的 将是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